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每天为您分享养生知识。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咖啡逐渐成为了好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就在我们为咖啡的香醇和提神效果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医生们却提出了一则令人警醒的消息,就是喝咖啡时我们千万不要碰某些东西。 在医学界,有关饮食与健康的研究日新月异,而与之相关常识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期,有关咖啡与身体骨质疏松的关系备受关注。 医生们警告说,尽管咖啡有很多好处,但我们在喝咖啡时绝不能与某些食物一同享用,首当其冲的就是高钙量食物,比如平时常吃奶制品。 因此,我们在享受浓郁咖啡的同时,我们务必要避免将咖啡与奶类食物同食用,以确保足够的钙质被身体吸收。 医生们还警告道,喝咖啡时我们最好不要与富含维生素D食物一起食用。 维生素D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咖啡因对维生素D的吸收产生干扰。 如你想要在喝咖啡时保持良好的骨骼健康,就将咖啡搭配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 除了食物之外,药物也需格外注意的。 医生强调指出,我们在服用药物时,喝咖啡就会影响药效。 比如,某些药物在咖啡因的作用下会被迅速代谢,从而降低药效。 因此,我们在服药期间应避免过量咖啡的摄入,以免影响药物的疗效。 当然,对一些特殊人群,如孕妇和老年人,应注意咖啡的摄入量。 过量咖啡对胎儿和老年人的健康造成身体不良影响。 因此,孕妇最好限制每日咖啡摄入量,而老年人则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适度控制咖啡的饮用。 如今,很多阿姨爷叔对咖啡爱不释手早上起床醒脑来一杯。 下午约朋友们吃个下午茶来一杯寒冷的冬日街头,也喜欢捧着一杯咖啡,暖暖身心,适量喝咖啡。 对身体好处多多,但好多人没喝对,下面了解一下咖啡,你选对了吗? 一话是咖啡搭配糖奶,好多人无法接受咖啡的苦味。 常选择加了巧克力酱、焦糖酱、奶油糖浆等的风味咖啡。 其实这是很多人群都不适合喝的,会增加身体肥胖或高血糖风险。 搭配咖啡伴侣,还有人在喝咖啡时喜欢加咖啡伴侣或奶精球,其主要成分是植芝末,以氢化植物油为主要原料的物质。 这会导致身体摄入过多,引起肥胖,诱发关心病,癌症。 素溶咖啡是从咖啡豆里萃取出咖啡浓液后干燥而成的粉状物质。 咖啡自然的香气和香醇的口感大量流失,营养也完全破坏掉了。 事实上,一杯素溶咖啡中真正的咖啡成分只有现膜咖啡的四分之一。 素溶咖啡一般多是咖啡和咖啡伴侣的结合,含有反式脂肪酸,也不建议长时间大量喝。 平时建议喝咖啡,最好选择现膜现煮的纯咖啡,可以加点牛奶中和,既营养又健康。 而那些花式咖啡和素溶咖啡,一般人群可少喝几次,像糖尿病、高血脂患者则最好。 喝咖啡有四项安全准则,喝咖啡除了要选择现膜黑咖啡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时间,我们早午餐饭后为宜。 喝咖啡最好在早餐及午餐后,这样可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身体消化。 也不会像空腹喝咖啡那样对肠胃造成刺激,而若在晚餐后喝咖啡,就会影响睡眠。 此外也不建议喝咖啡熬通宵。 通过咖啡因刺激神经系统,保持头脑清醒,其实是在加重身体负担。 长时间就会引发疾病。 二,数量一人每天2-3倍。 全球多个食品安全权威机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咖啡因不超过210-300毫克, 再好喝也不要贪杯,代替正常饮水来喝更不行。 三,人群有骨质疏松,不要贪杯,也有骨质疏松症状和贫血患者。 控制咖啡饮用量是明智的选择。 另外若是在服药,像感冒药激素药物等也不建议喝咖啡, 其中含有的咖啡因和柔酸成分会干扰药物代谢并相互作用发生不良反应。 四,喝乏烫嘴的咖啡。 不要喝烫的咖啡在短时间内喝完,对食道和胃壁都会造成身体负担。 喝咖啡的细细品,慢着点喝,更符合咖啡因的代谢特点, 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提神醒脑的功效,对身体胃肠刺激也较小。 另一方面还可让你享受到咖啡的香醇味道。 适量喝咖啡有诸多好处。 一,有助于心脑血管健康。 长期喝咖啡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水平, 降低机体低密度胆固醇浓度,提高机体抑氧化氮水平等。 而咖啡中所含的多种抗氧化物质比茶多四倍, 有效对抗心血管疾病,对大脑起到保护作用。 哈佛大学医学研究表明,每天喝430至700毫升咖啡, 大约正常一至二杯的量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最低。 二,降低身体癌症风险。 长时间喝咖啡会降低多种癌症患病风险, 例如乳腺癌、结肠癌。 将来的咖啡中的植物化学物如分类化合物咖啡。 二,咖啡黑色素具有抑制氧化应激和氧化损伤的作用, 有助于保护机体器官健康。 不过就目前看来, 适量饮用咖啡有利于降低癌症风险的研究偏多, 而非抵御癌症的侵害。 三,对二型糖尿病有好处, 长期喝咖啡有助于代谢性疾病的健康, 如二型糖尿病, 咖啡中的绿原酸有助于改善空腹血糖,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中国营养学会指出, 每天二至三杯咖啡可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 国际糖尿病联盟认为, 糖尿病患者可以将纯咖啡作为健康膳食的一部分。 四,有助肝脏健康, 长期喝咖啡可以改善血清钙木骨胺先转移酶, 天冬胺酸转胺酶和饼胺酸胺基转移酶浓度。 嗯,防治皮炎。 咖啡里面含有维生素B3级炎酸, 有利于促进物质代谢, 可助于预防和治疗由烟酸缺乏引起的皮炎。 六,能帮助减肥咖啡, 可以帮助消化,加速脂肪分解, 但同时也要依靠肌肉的运动, 才能更好的将多余的脂肪酸变成热能消耗掉。 咖啡还能帮助提高运动能力, 延长了运动时间, 消耗更多热量, 也能进一步帮助减肥。 在享受咖啡带来的愉悦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保持一颗谨慎的心。 医生的建议是合理控制咖啡的摄入量, 避免与一些特定的食物和药物同时食用, 以确保咖啡的健康益处得以最大化。 通过科学的饮食搭配, 我们可以在品味美味的同时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 希望每一位咖啡爱好者都能在关注咖啡文化同时, 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发严峻, 解决老年群体的健康问题刻不容缓。 其中, 对于老年人晚年幸福指数影响最大的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饮食习惯并不统一, 人们的营养膳食、知识普及度不高, 导致很多的人们在食疗养生的路上走了不少的弯路。 这也让骨质疏松症之类的潜伏期很长的疾病有了可乘之机。 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症,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身的饮食习惯, 保持蛋白质、钙、蔬菜水果的充足摄入, 要注意多种营养素之间的良好平衡和完善组合, 才能为钙的吸收创造良好环境。 如能长时间坚持摄入低脂肪、 适宜蛋白质高蔬菜水果、低纳高贾饮食, 并注意身体钙充足摄入, 将对身体骨骼健康十分有利。 资深骨科专家刘主任从事骨质疏松研究工作多年, 积累了大量的临床治疗骨质疏松症的经验。 在针对中老年群体的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和预防上有非常深的造诣。 根据多年的治疗经验, 刘主任总结出有几种水果。 我们在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症时, 可有效起到非常好辅助作用。 可称之为骨质疏松症的克星, 在搭配其他食物坚持吃, 骨骼越吃越健康。 骨质疏松症最怕的几种水果, 延缓身体骨量流失, 让你的骨骼越吃越年轻。 菠萝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热带水果。 菠萝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大量维生素。 其中, 针对身体骨质疏松有预防效果功劳。 菠萝中蛋白酶能协助胃酸分解蛋白质溶解在组织中的阻塞的纤维蛋白和血凝块, 改善身体局部的血液循环, 消除炎症和水肿, 为身体骨骼吸收营养物质打开顺畅。 由于菠萝蛋白酶的存在, 人体消化食物的速度和效率明显提升, 可以有助于维持体重的稳定, 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地减少骨骼的压力。 2. 猕猴桃猕猴桃素来被称为是水果之王, 富含大量丰富的维生素C是柠檬的三倍以上。 一颗猕猴桃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C的需求量。 而且, 猕猴桃中还含有非常好可容性膳食纤维和植物性化学物质酸, 具有出众抗氧化性能, 还可非常好地提高身体肠道的蠕动效率, 减少产生速变的现象, 帮助打通人体的消化通路, 减少有害物质在人体内的停留时间, 进而减少有毒害物质在身体骨骼上的沉积。 3. 蓝莓蓝莓是一种既好吃又美味营养丰富的水果,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 蓝莓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具有血酸、抗菌成分和丰富的膳食纤维、 果胶、果酸、热量、亚麻油酸、维生素、维生素C维生素一等。 尤其是蓝莓中富含非常丰富的花青素, 这也使得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 花青素具有极强的抗氧化的作用, 对胶原酶、透明质酸酶、弹性蛋白酶都有极佳的抑制作用, 正是因抑制这些蛋白酶的活性。 因此,侧面的抑制骨吸收能力, 可很好有效地缓解身体骨量的流逝。 四,橘子橘子中含有一种微人引黄素, 这是一种类胡萝卜素, 可促进成骨细胞增长, 扩骨细胞减少, 帮助身体提升骨密度, 缓解骨质疏松。 这一物就是纳维骨酸。 换上骨质疏松后, 我们要注意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外, 补充一些对骨骼很有益处的营养元素, 如钙质、矿物盐、 骨胶原蛋白质、维生素等。 而纳维骨酸中就含较多的这些营养元素, 纳维骨酸在被身体吸收后, 可很好地帮助身体钙质的吸收, 避免了流失的情况发生。 而且, 纳维骨酸中所富含的小分子钛 也可促进身体器官细胞的自我修复, 促进骨密度的持续增长, 还可增加细胞的活性, 使身体细胞间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避免因抵抗力低下而导致骨质疏松的加重。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每天坚持使用一次纳维骨酸, 就可非常好的补充这些营养元素, 简单又快捷, 让骨质疏松有效地缓解。 朋友们, 咖啡的养生和禁忌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